哈喽同学 欢迎收看AS1P凯页数学 第七个题目啊 看到应该会很开心 因为很熟悉 你在课内啊 你绝对有写过这个题目 对不对 只是在余根不足的互换 你要非常的熟悉啦 来我们来看第一题 一年级新生训练的人数 借在四百到五百 四百五十到五百人之间 如果今天 三个人一组会剩一个人 五个人一组剩三个人 四个人一组会不足两个人 好求新生共有多少人 来 第一个剩的不一样 剩的不一样 所以你要反响 那不足的有没有一样 我今天除以三于一 什么叫除以三于一 你再几颗就能再除一次了 两个人嘛 所以我再拿两个人进来 其实就能再分一组了 所以叫不足二 五个人一组会剩三 那也是要做什么 是不足二 所以我知道前面的两句话 其实都怎样 不足两个人 OK 那四个人一组呢 不足两个人 大家都不足两个人 好 所以我们先来找三五四刚刚好的数 好 什么叫做刚刚好 除以三除以五除以四都会被整除的数 都会刚好整除的数 那那个就叫做什么数 最小公备数 最小公备数 对不对 所以三五四两两都互值 所以乘起来 60 所以我知道我的最小公备数是60 可是还没完哦 你今天要把它放大 放大到多少 四百五到五百之间 所以我把六十乘以八倍 四百八 OK 所以四百八十个人 也是除三除五除四都会整除 也叫做刚刚好的数 BUT BUT是什么 你今天的目标要都不足二啊 对不对 我今天的目标是要都不足两个人 你带四百八十块出门 刚好可以买 买我的照片 可是我把你偷掉几块钱 你就会变成不足两块钱了 把你偷掉二嘛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四百八 减二 所以拿多少 是不是四百七十八个人 这样是不是就是不足二了 OK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叫做A